这我就说关键在于一种啊 就是印记说 我觉得这个比喻里边 对于所谓女人的真操 对于包括什么处女情节 这个里边关键用丁璇里边所讲的 他就说什么 他说老祖宗让我们女人不要淫乱 是吧 因为什么呢 是为了我们种族的优良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中国话里有一句 有一个词叫杂种 你看他为了想说的文雅 他不说杂种 他说叫杂种 他说如果是一只纯白种的狗 和一只纯黑种的狗交配 那么他们生出来的呢 是黑白花的狗 是吧 他说但是来年呢 这个狗又发情了 又交配 那那个纯白种的母狗 跟一个 这次跟一个纯白种的公狗交配 对生出来的应该是白的吧 其实不一定 也可能会生出黑白花的狗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那头黑狗的记忆 你知道这记忆 留在这个白母狗的身体里 对吧 我跟你说 忽悠本类蛮大的 对把我们都圈进去 听起来也有道理 对吧 黑黑白两个出来 你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叫处女情结 按说这个咱就觉得是是封建的观念 对吧 可是你看网上底下跟帖 他就有一些人呢 就觉得当然了 女人就是应该 我就要娶一个处女 他就会有这样的人 现在都有这个想法 所以你看这个观念 你刚刚说的那些评论 比如说支持丁玄的人 大部分是女的还是男的 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 你就看 就是有些人 就现在还有这个处女情结的人 他也会为自己找依据 你想到没有这个观念 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最怕是什么 被包装起来的 同样在我看来荒唐的理论 举个例子 虽然是朋友 彭厚祥那电影 春娇与自鸣 我看了那所有的电影 这一步是最 看得不自在也不安的 比方说里面的 那个爱情男女观念的 保守倒退 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 比方说其中一幕记得吗 去台湾旅行地震 那个男的躲在那边 然后那个女的 就说他表示你不爱我 因为大家都看到非常荒唐 可是很浪漫 我觉得你不够爱我 你总是想要自己先 而不是想要保护我什么 然后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拿起包包转身就走 女人有这个权利吗 你事实上我们男女去旅行 男女朋友 我为了一个事情 然后我拿起包包转身 就离开这个旅途 终结这个旅途可以吗 谁给你女性这个特权 其实好像是特权 其实是保守的 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 我唯一选择就是我离开了 而且我生气 我期待你回来求我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西文面 香港被我们算是港女 港女典范吗 这是非常可怕的 比方说那个 就说男的应该保护女的 不保护的话就失职 他把女性描绘成一种就是 非常的就是要强调 他要得到男人的保护的位置 一个弱势 然后如果得不到他还要生气 还要怎么样 是这种位置 对 另外男女的固定的权力 好像是权力 其实是不同的角色 就男强女弱这种事 然后女的又有他所谓强的部分 比方说他随时可以 拿着包包离开 OK 男的不行的 男的你一定被说成渣男 你女途中把女朋友抛开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不同电影 比方说那一部La La Land 跳舞那个 那个女生 跟那个交了新婚 然后跟原先的男朋友吃饭 突然吃到一半就说 I am sorry 然后起来跑去叫他新婚 假如性别倒过来 我们绝对是渣男 渣男 到最后那个女的什么都有了 有她的有钱老公 然后有小孩 然后看见她的旧情人很浪漫的 还弹着吉他 钢琴 钢琴 我意思是说 我真的不怕这么明显的荒唐的理论 就怕很隐秘的好像包装的很浪漫 很自然的所谓意识形态 还是很保守的意识形态 其实非常保守的男女的角色 什么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权力 你有什么样的权力 其实呢 这是非常恐怖 我都觉得 假如我跟一个女的结伴旅行 她中途要是恼了 那她走 我觉得很没有什么 但是我确实觉得我不能跑 而且她走了 你得把她追回来 你怎么样的 你要是不追的话 你太不像话了 对 或者反过来 更甚的 要是你走了的话 那这个消息传出 就是邓文涛是个渣男 渣男 见人 这有个安全 女的可以上班回来回家说 哎呀我想quit 我这份工作想不做了 男的是不能说这句话的 对不对 但这些社会 看来四个男人 只能发出男权的声音 这其实也跟女权有关 因为这个其实恰恰 就是把女性摆在了一个 比较弱的位置才会有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 贞洁 黑狗白狗 黑白狗 这个问题 他让很多人觉得 有道理是为什么 因为他诉诸了一个 我们意识形态里面 潜藏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 就是纯洁性 这个纯洁性 就是种的强大 对 它又牵涉到种族的问题 所以这个女人身体 贞洁的纯洁性 就变成了跟种族的 民族的 甚至国家的纯洁性 相关起来了 这个秦始皇最早发文 就是讲这个事情 对 又或者其实希特勒 当年最怕的就是 犹太人会弄脏了亚利安人 纯粹的血统 对不对 就是血统论吗 就比如说纯洁性 纯洁性是一个 我觉得从来是一个大的神话 大家都觉得纯洁 对我们种族要纯粹 民族要纯粹 女人身体要纯粹 但事实上这从来不是一个 不值得挑战的 或者是有价值的 值得追求的一个理想 世界上面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生物 之所以还能够有变化 有进展 恰恰是不纯粹 你想历史上 我跟你说 不但文化是融合的 血统也是融合的 真正的所谓 那个纯种 那个百分之百纯种 那是个神话 对 你不要说别的 当年消失了的一个人种 你记得叫什么 尼安德塔人 尼安德塔人 这个人种已经消失了 但是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大概有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 还在我们这个智人的这个血统里 而且你从文化上也讲 我们讲纯粹的中国文化 纯粹的中国原生的东西 但纯粹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像 那你看以前中国西周的时候 我们的青铜器很发达 我们中国文化光彩灿烂 但整个青铜的断野技术 是西亚传进来的 如果没有西亚 没有最古老的青铜之路的话 中国不会有那么光明的一个 商周青铜文明 重点在于说 我说丁玄他们的这一套 所谓的旅德 为什么有时候很容易会有人中招 觉得 因为我们要忠诚 我们忠诚 我们希望别人对我忠诚 相对我要对你忠诚 甚至许多时候 我对一个人忠诚 好像牺牲付出 其实也有快乐的 我觉得高向 我觉得美好 我觉得稳定 安全感 我们觉得忠诚是好 可是他把这个东西 跟忠诚等同了一起 他以为说 女的又守着 又听老公话等等的 他把这个 让人家以为 他把两个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 他把简单来说 儒姓好吧 当你讲这么荒唐的所谓女德的时候 一定要相对你怎么样讲男德 嘉惠讲的我有共鸣的 就是讲什么女德 讲什么男德 其实讲讲德 其实有些人的呼应 也是感觉到 就是说在咱们这个社会里 咱们不要说女的 有一些男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可能很多时候也缺了点德 你知道老中国人 古代的中国人有古代中国人那一套道德 但他也有 对吧 但是呢 今天的人们 我们经常会看到 你比如说 要不说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 不要讲什么女权 或者什么的 咱就讲人 讲人德 讲人的德 人的德 其实我现在觉得 我还是信服孔子 做人呢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把仁义理智性放在心中 是没错的 对吗 其实说白了 就像嘉惠说的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男性也好 作为一个女性也好 对配偶 对吧 爱他 为他服务 让他开心 对吧 那么这有什么错呢 我就说在这个意义上 咱不考虑什么男女 是不是男尊女卑 在这个意义上 大家互相好 是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我负责任的 对这个事情的想法 因为说实在的 在这近两年 我作为一个 有点大男子主义的 这个思想的人 有时候开始发现碰钉子了 就经常有一些女性啊 人家对你有意见了 对吧 我说我现在吧 就这么想这个事 就说我们都有 我们的时代局限 作为我来说 我这个岁数 我头脑中啊 必定会有一些 我就说我也不叫 直男癌 可能有点直男炎 我说但是呢 你得我一条 我说我这个人呢 要求进步 我要求进步 对吧 就是说 甚至于 我这个 有时候大男子主义 检讨我自己的 我不太知道 不同的女的 到底在乎什么 但是我就是 讲一条 我说 忍者爱人 就是 忍者就是说 咱们 咱们总是要爱人 甭说女的 男的 我都不愿意伤害她 只不过 有的时候啊 因为我的局限 我实在 不太了解 比如说 这个女孩子 如果我这次 说了什么话 你觉得冒犯了你 那么你一定要告诉我 因为我不是 本心逼点 都不想伤害你 我只是因为 我 我的局限 但我下次见到你 我肯定不会这样 就是我在学习 咱要求进步 所以这个 大直男癌患者 正在好转之中 康复之中 是吧 这个套路 我很好用 什么叫套路 什么叫套路 又有真心的 这就是我用在 跟我老婆说话的套路 我告诉你 学个理点 我回去 做了错事 那要跟老婆说 我有我时代的局限 我也不是 真心想伤害你 因为我不知道 但你知错就改吗 所以呢 你要让我多了解 不同的女人的喜好 什么 然后我就知道 我的局限在哪里 结论是这样 多精力 你要让我多精力 对 有一些眼见 但我想回头讲 你刚才不是说 那男的该怎么办吗 我觉得你也提了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两个加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这么多讲女德的 以一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 跟步道者的面目出现 但是他们常常忘了讲一点 如果他在讲儒家伦理 他以为讲这种女德 是建计于儒家伦理的话 那就很要紧了 儒家伦理里面 讲的所有的伦理关系 是相应的 是相应的 所谓的忠诚 不是没有条件的 忠诚不是没有基础的 忠诚是在一个 人与人关系之中 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 而且是有范围 有限制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中国讲的人伦关系 儒家伦理里面讲 君君臣臣妇妇之子 什么意思 你君要先向君 臣才能带你向君 你君要带臣 有一个应对之道 所有的关系是相应的 假如一个丈夫 一个男的对待女的 他不是到了家暴的程度 我还有需要当他是丈夫吗 因为他已经不像丈夫了 对 女德也不能单方面 所有的问题出在单方面 如果是双方面的话 不管是难得女德 其实德是一个 每个人对于这种最基本的 美好 真善美 真善美的上网 的实践成本不一样 比方说男人不忠诚 好啊 顶多跟老婆认个错 买个钻戒买个包 那女人不忠诚 时代局限 时代局限 对啊 时代局限讲 我正在学习中 对不对 那个成本不一样 哎 我看有的女的也挺极端的 那就说 凭什么男人外遇的风险和成本 就比我们女的外遇的风险和成本小呢 甚至就发展到丁璇这个思想啊 就是说哎 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衣着暴露了 凭什么我们就不能穿的 没有 他说不能暴露 对啊 我是说啊 就是当有人支持这个丁璇的时候 他们的反对派甚至就会说 他就到另一个地方就说 凭什么我不能衣着暴露呢 对 我也觉得为什么不能 我问一下 对 就是说 他们讲什么 如果我衣着暴露了 对吧 我遇到了什么骚扰 那么责任不应该是我的 应该是你的 可是我 可是我给你讲一个问题啊 假如说你凌晨三点 你到郊区 你穿的这个衣着暴露 恨不能超短裙三点式 对吧 好 那么你遭到了这个 袭击吧 侵犯 那么对 固然犯罪分子 会受到他应有的惩罚 这事儿法律上讲不能怪你 但是你算不算自己 自己的安全意识有点匮乏 对 我觉得这个要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时候现在直到今天 包括像印度这样的一些国家部长 他还会出来说女性穿的暴露 然后被侵犯 那是他自己要负责任 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责任 就相当我们这么来看 你一个有钱人 然后晚上半夜三点 在一个特别糟的地方 然后拿着一个金色的手机 带着一个百达非烈或怎么样 然后满街大话 结果被抢了 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你的责任 这绝对不是你的道德责任 首先 也不是你的法律责任 但是这是你的安全意识 这不叫责任 这叫我顶多可以批评 这叫做不够常识 生活上的常识 就不够聪明 不够street smart 我顶多可以这样子说 同样一个女孩子 如果穿得太暴露 在一个很高风险的地区 半夜三点走 因此遭到侵犯 缺乏常识 我最多说她是缺乏 对自私的安全的这种常识 但是那绝对不是她的责任 这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半夜三点钟 那个嘉辉走在路上也危险了 因为她也很危险了 对 她男女老校全来了 对 总是保安的大叔 什么保安大叔写美她吞 我补充一点 假如有个女生 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 不会那么简单 就是说她 你缺乏安全的常识 一定很多condem 很多谴责的语言 活该了 对 这就是问题 因为你一讲那活该 就牵涉到责任了 甚至她怀疑你 没有 责任有几种 一种法律责任 一种她说你自己选择的责任 甚至说 甚至怀疑你的企图 你三点多 你是不是想被人怎么样 对 你干嘛要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不公道 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 像全世界的 我忘记某一天 还是已经每一年有两次 全球的城市的履性主义 都晚上上街 那个运动叫什么 那一晚的抗议 叫做 把街道抢回来 什么意思 就是说街道 对于男生来说 是街头你要学 怎么样从一个男孩 變成一个男人 对 对我们女生这是危险的 有挂坏的 那什么什么 把我们困住了 而其实这个 假如要讲的责任 那些女权分子 上街是说 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街道 变成对我们 是那么危险的一个地区 很多这很多 父权益师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灯光 灯光可能照明 可能公共资源 没有放足够 来让这个街道安全 特别对女生安全 就让我们没办法 半夜三点半出街 走在路上 所以每一年全球的城市 都有这样女性主义运动 这要争取回来的 所以有一点我以前不明白 前一阵子明白 以前我经常说 香港的女孩 女性是很保守的 比方说走在铜锣丸 铜锣丸街头收狗 经常过马路红绿灯 红灯行人马路 你有一绿灯走 你看到了 很多女生迎面一走了 明明很远 比方说我是女孩 看到徐老师这样 我马上就这样 总是要这样盖住 好像 看到你的时候才这样 我怎么没有 我怎么没见过 但是你没有注意而已 发现很多 没错 你经过我的启蒙 你稍微看一下 她比较大 对 对面来 那个不就是有名的 蛮仔之狼吗 蛮仔之狼 很多这种调查的时候 香港那个女性 在性观念 性别观念最保守的 最狭隘的 后来她就看到了 人类都有这种 这种相对的 后来前一阵子有一次 开完会 我跟一个女生 年轻的 走在路上 要坐车 走去坐地铁 那她那天 其实没有很暴露 就是一个女生 年轻女生 要走在路上 我跟她一起过马路 我看到迎面而来的 那些男人的眼睛 都好像想把她 都看着你 把她吞掉一样 那一次我就明白 为什么 假如我从小到大 这样的话 那当然会怕 走在路上那种 坦白讲 不止香港方面 台湾的内队也是 那种男人的眼光 所以相对的 当你男人不是这种眼光的话 女人就不会这么保守 所以当整个城市的街头 安全性提高了 女人就不会怕三点半 这个路上 所以说现在看来 时代女性 向我们这些 有局限的男人 提出了要求 进步的步伐 需要卖的再大一些 归根捷底是一句话 叫我最喜欢孔子的句话 叫己所不遇 勿施于人 我觉得在这个话题上 就是男所不遇 勿施于女 亚洲 好 还是徐老师有水平 那假如男的育的呢 能吃于人 这个逻辑是很奇怪 假惠还是老马 老马师徒 凌晨三点 铜锣湾的情况 非常实情 铜锣湾才是老 真的没有见过什么 对面女的走过来 非常清楚的讲 这个女的 其实是投射了男人的欲望 对 在满足男人的需求 所谓女的啊 归根捷底 你刚才讲的这个改变头脑 这个都是男人的欲望 而且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了 第三阶段 最早的原始社会的时候 其实男女那个时候 相对还是比较平等的 直到地球 这个什么变暖变冷了 食物难以取得了 这个时候男的获得食物的权力 能力大过女的了 男的比女的多钱了 你想是原因 嘉惠刚才讲的原因是有的 为什么最早提出要 增结这些事情 或者说要固定的一个女的 就是父权子 就是男的要知道 我的小孩是谁 我的钱可以传给他 你这不是有类动物都这样 因为他怕要养了 否则的话 这一堆小孩不知道 哪一个是我的 好了 他现在要确诊这个女的 生的是我的小孩 我跟他们说过 很简单 你早上你在山洞里 你跟他做了纳事以后 你要出去打猎了吧 那旁边外面一堆男的在那里 虎视眈眈 因为你的女的漂亮 年轻啊什么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方法 就把他困在山洞里 不让他出来 这个方法一直用到很晚 对不对 现在在中东很多地方还用 很多女的 接了婚以后 只能看老爸哥哥 对不对 老公 其他人就把你关起来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跟你答应好 我走了 你别出去 我一会儿带腿羊肉回来 你放心 你不愁吃不愁穿 我给你带回来 今天那么羊肉 变成Tiffany 变成LV 或者变成一个房票簿 道理还是一样 就是说 我给你利益 你守住 第三个方法 就是中国人文化高升 就给你植入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 一个观念 这个晶片的核心 就是说女的不能跟两个男的 不要说三个 你跟两个 你今天柳妈怎么劝祥林嫂的 对不对 你看你死了以后 你有两个男的 死了以后要分尸 拿锯子 锯开你的身体 对不对 祥林嫂活活就被这个概念 所谓争吵概念 其实是一种害怕 很多女的 她不敢为了好处 身体快乐 经济快乐 她不敢 她觉得如果有这一条 我这一辈子 我就是一个坏人了 男的真是聪明 这个晶片一弄 门也不用锁了 这个LV也不用送了 她自然而然的帮你守着 静静